哈喽,这里是98新闻台份98.1 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俱乐部 我是主持人庞德 我们这个节目每周天下午从6点到8点在这个频道为你播出 只要是跟汽车跟交通相关的话题呢 都会针对观察到的新闻跟现象来跟各位做报告 那么今天的待会7点之后 我们是开放现场COIN的 COIN的电话是0283693398 你可以针对今天节目中所讨论到的重点 提出你个人的想法意见或不同的经验 那您的车子有在任何的维修使用保障上 任何的疑难杂症的话呢 也可以都透过待会7点这个空中修车场 把您的问题提出来 那车子虽然说千百种 不过很多基本的原理都大同小异 相信您的车子会遇到的问题 也会是其他广大的用车朋友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如果说您不方便打电话进来的话 或平时有些问题 我想到想跟庞德来交换意见的话呢 你也可以透过脸书 从脸书打入庞德粉丝团 应该很容易可以找到我的粉丝团 那先帮我按个赞 我很感谢您 那在里头的这个 不管我几乎每天都会写文章的一些回应区 或者是您直接贴文 都可以 我都可以看到您的讯息 我会尽快给各位做一些答复 那当然我不敢说每个问题我都能够很快速 很直接 或者是很如各位预期的 回答您想听的答案 我只能说我尽量 那既然如果说朋友透过这个管道来提出一些疑问 那我想这个我就以我的了解跟观察 来做回应 那不知道能不能回答到各位的这个问题 或者说让您满意的答案 这我不敢保证 但是我一定会尽力 我一定尽力 那当然平常如果说想听我们节目 不在现场 那也可以到007汽车网 007汽车网呢 这个也会把我们的每一场 现场的这个节目呢 有做个侧录 然后来集结 几集之后呢 就会上传一次 里面有个corner 大家也可以去看 那随时就可以看了 好我们先看到油价 真糟糕 每个礼拜在报的时候想说希望就涨到这样就好了吧 可是呢最近连5涨 而且这5啊 这每一涨呢 其实幅度都蛮高的 不是什么一脚两脚的 我昨天在经过加油站 特别瞄了一下 哎呦看有没有98有没有到三字头 看起来还没有 那今天在经过涨了六脚之后呢 985000已经跟30块 距离不远了 那照这个台数通常会比中油再贵一点的话呢 台数应该已经非常非常接近30元 甚至超过了 好我们看一下 中油已经宣布待会零点起呢 国内器材油各涨六脚 调整后呢 925000每公升26.3 925000每公升27.8 98529.8 超级柴油每公升24.4 那现在台数就是没有每次都是照以前的惯例 就是晚一个小时长 台数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 现在变成这样子 那这一周的话不是哦 那台数实话也宣布说呢 他会在周二 也就是再延一天 然后在周二的凌晨一点 也就是礼拜一晚上过了半夜之后的这个一点 等于算是周二了 那礼拜一的晚上 过了十二点之后的那个一点 等于是礼拜二的凌晨一点 他会同幅调涨 同幅哦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他说因为每公升调涨价格超过0.5元 好这蛮多的哦 那么考量国内的市场竞争力 调涨时间比中油慢了一天 那么连续涨那么多坡之后呢 五周以来国内的汽油每公升呢 是贵了2.2元 所以如果说你每一个油箱 每次加大概是50公升的话呢 多了100块 这个真是蛮上脑筋的 好 Toyota这个Milai 就是氢燃料电池车 这个车子呢 我年初的时候呢 我在日本的台厂 Toyota的这个汽车馆 也有现场哦 这个自拍啊 自拍这台Milai 来做一点介绍 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一台车的 它的运作的大概的原理 想了解一下的话 你也可以到我的007汽车网 看一下这个影片 他这个丢了一个很有趣的梗啊 他说这个Milai呢 它呢 它也是fuel的 fuel嘛 fuel的就是说 它被添加燃料 用什么呢 by bullshit 用牛粪啊 来填充燃料 那当然 大家一看 咦 当然这有点 就是梗 然后让大家注意到 这是什么意思 那当然 你说用牛粪 来透过一个 集中之后呢 在某个device里面它形成沼气 再把沼气里头的一些 什么二氧化碳呢 水分子流化物啊 什么什么剔除掉 取得甲烷 那代表甲烷呢 裂解出氢气 但这程序也蛮繁琐的啦 只是说 你要裂解出氢气 还非得用这些bullshit吗 其实不是 但他为什么要挑这一段呢 因为呢 其实日前啊 特斯拉的伊隆马斯克 他曾经在一个公开场合上 讲说呢 哎呀 那一些这个 这个hydrogen cell cars 你这一些 氢燃料电池车呢 are bullshit 好这老美又说什么 哎呀 这个什么 狗叉叉 好像是牛叉叉啦 这意思就是说 是烂东西的意思嘛 他就用bullshit的这个字呢 来形容说 他觉得氢燃料电池车 是烂东西就对了 那言由在耳啊 当时toyota反正听了就听了 还能怎么样啊 那现在呢 就故意哦 用这个梗 也有一点在讨侃呢 这个伊隆马斯克说 哎 你说我们是牛粪啦 我告诉你啊 我们这个车还用牛粪来填充燃料呢 那当然这个氢气哦 这个用牛粪是其中一种啦 只是说呢 你要收集这么多这些牛粪 然后经过了这一些链接的过程 这一些过程其实都是花钱的哦 这些花多少钱 当然没有详述 然后就是说呢 虽然说氢燃料电池车这样 这样注意到到就是说呢 它的填充燃料的时间约莫三分钟 那跟我们现在加油的时间差不多 然后呢 每贯买一次氢气之后呢 可以跑到航程 跟我们现在的气柴油车也差不多 所以它光这一点就很有说服力 只是说 那你现在你填充三分钟啊 填充一台Milai 让它能跑500公里 航程的这个氢气 这个量需要多少的牛粪 来提电呢 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那这一些牛粪 它的成本 包括裂解要花多少钱 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那当然没有讲得很清楚 其实背后的含义 大家就应该会清楚说 那个成本可能不太容易估算 或者说呢 不太具说服力了 所以谈来谈去 其实这些替代能源啊 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未知数 所以大家可能依赖这个石化燃料的时间呢 还是会非常非常的长 也就是我们会非常在意这个油价的时间呢 可能还是跑不掉了 好 这个昨天呢 我就是很不得已的 为什么很不得已 因为我之前才提过说 在也不过几周前 我也恭逢其盛 就清明廉假的时候 那也是著名的一个国内的重大新闻 就是国道5号塞车塞到怨声载道 刚好那连续假期 我其中晚上我也塞到了 那这过程我觉得蛮 蛮不是有趣 蛮无奈的 蛮精彩的 那最后我怎么样从塞到发现一些诡异的地方 到有幸的幸运的幸 能够逃命啊 逃命之后呢 绕到滨海公路 然后滨海公路呢 还被一些错误的指引 那是政府弄的哦 什么替代路线的一些指示 有一个地方是根本是错误的 还走了一些冤枉路哦 然后呢 沿路呢 这个也很偶然的哦 就听到这个有个友台 沿路播着很多的校园民歌啊 让我们两车呢 都是我们这种50年代60年代的人 的驾驶人哦 一路上也颇为开心啊 那不管怎么样 当时我也提到一些看法 然后在脸书上有颇文 很多朋友在我的脸书上提出各种 各式各样的意见哦 那其中有个像是有提到说 是不是要用单双车牌 来做一个区隔 减少一些流量 那当然这一定会有人反弹嘛 任何政策都有人反弹 这是一个无奈的现象 那反弹之一是说 有人讲那有钱人就买两台车 我觉得这个理由非常的没有说服力 有钱人可以做的事不是只有买两台车而已 有钱人可以做 有钱人可以做得到让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难道每一项都要挑出来讲 我觉得这个不太有说服力 那另外一个一个比较大的理由 那是我们讲那我们是宜兰人 我们只是要回家 那难道我们也要买两台车吗 这个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但是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来解决 比如说是宜兰当地的居民 或者是有在籍地址 是不是可以拿个通行证 就像阳明山花季的时候 那不是就会有当地的居民要有通行证吗 因为会管制吗 当然一讲到这可能也会有意见 因为这也是事实 我当时我也就有遇过这样的状况 就是有人他这个 但我不要讲是谁 反正我的朋友有些他们就 就说 旁的我弄一张 姚明山的通行证给你 我说 怎么可以这样 但我意思是说 就是有这种事情 那你如果说今天宜兰 有这样的政策的话 那你说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人走这样后门 我相信也会有 但是是不是因此 就要推翻掉这个用单双号来这个区隔车牌的这个政策呢 我想应该也不是这样子来想这个事情了 然后我这些都是讨论了 重点是本周的这个新闻有提到 因为我昨天走这个血税 但我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 就是我有点晚起来 因为家人动作很慢 我大概是八点 八点才进到 才去上国道五号 当然从这个南港系统 就开始在回赌 要赌那个 那个实定的隧道前那个地方嘛 那其实那个地方就远景在区隔 然后你从这个快速道路进来的 你从本来就是国道五号 这个或是从一号进来的 有做区隔 那区隔之后呢 大家就陆续 对不对 左一台右一台 左一台又一台 绝大多数的民众都会这样开车 但是我就看到有一台这个March 大家排得好好的 他老兄呢 就从这个路径 啪这样这样开进来 我就想像这种 真是糟糕 就是这就是一个挑战社会秩序的行为嘛 尤其在这么敏感的地方 大家都是回赌 大家都是知道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会回赌的地方 大家一个一个很耐心的排 没办法 应该也知道这个地方会比较紧利才对吧 哎 这个人还真勇敢 他就右边路肩 就他一台 一个March 然后就这个走路肩走到这个实定隧道前大概100公尺吧 那他刚开始Cut-in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地方 你应该要知道 大家可能会民众比较愿意去伸张正义啊 大概差了一次 两次人家都不愿意赌他 不愿意让他进来还故意加速一下 我觉得这个行为是对的啊 因为其实他后方没有立即的危险嘛 如果立即危险这个时候也许我们想就算了吧 这个做做做好事嘛 结果到第三台让他就插进来了 我想这真是讨 然后也不见有远景看到了哈 所以像这种就是第一个让他逃掉啊 第二个就是让大家会觉得对这一种执法的公信力哈 会逐渐逐渐瓦解嘛 常看到违规的没有被取缔 第三个呢 也就让这一个人呢 这一位开马曲的先这个 我不知道现在小姐了哈 这个驾驶人呢 就再度助长他心存侥幸的驾驶作风 有一天他自己 就会威胁到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才的安全 所以我才会不断的透过各种的场合 在我脸书在我节目 就不断提到说我们非常的时候要用非常的手段 要支持呢 在热点在高违规地区使用监视器来进行取发 不要讲什么隐私 不要讲那些我觉得那也不要唱高调了 然后大家真的有国际官人都知道 越是先进的国家 越是先进的社会规定越多 你去日本看看吧 在马路上抽烟都不行啊 某些某些路段了 大家都全部挤到那个 你看这户外啊 去东京你看池袋 那个新宿 大家都去日本玩过去看 大家都知道是这样 那有什么垃圾 分类 不管日本欧美国家 只要先进国家 规定的可多啦 罚则都很重的 那你说人家先进国家没有人权吗 我就不是这样子来看这个事情了 那么人家说什么监视器 什么有法 这不是法不法的问题 是说如果监视器在违规热点 或者是高师姑热点 用电子监视设备来取缔这件事情 是由民意的 是我们这个执法机关提出来的政策 希望执行的 大家认为要执行的 那法则是技术的问题嘛 就修法 马上修掉啊 就赋予它法令权利嘛 那不是重点 那只是一个程序 我们现在应该只要讨论说 要或者不要 而不是讲那些废话 什么监视器拿来语法不合啦 那就不要监视器嘛 买过新的嘛 买别的监视器嘛 话数更高了 4K 2K直接拍嘛 呃花钱 什么不花钱啊 我真的觉得不要再搞这些 是是非的理由了 我们只要问一句话 我们要不要透过这种方式 在高危险的热点 来做取缔 对不对 这我已经持续很多周 在讲这个事情了 那不过我看到这个礼拜 已经不太有看到新闻 在提到柯P市长 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了 大家讲什么这个蛋啊 那个蛋什么的 我个人是对那件事情 一点兴趣都没有 好然后进入雪碎之后 其实但刚进去的时候 其实是一台车跟着一台车的 车跟车之间几乎是没有安全距离的 后来过了这个 有点下坡之后 逐渐有点拉开车距哦 那我就有看到一台这个白色的Camry 白色 这换一个白色的Camry 从进雪碎之前我就注意到了 非常的aggressive 他就是一个aggressive driver 一下切到路肩 一下就切进来 然后顶人家屁股这样子 然后呢 他进雪碎之后 他在我的另外一侧车道 我也看到他就黏着前方 他前面那一车还闪人家大灯 前面那一车没有特别慢哦 像这种比较车流大的时候 大家车其实距离都差不多啦 哇 还一直闪人家灯 我想这真的是 是躁欲症还是怎么样哦 你闪人家 你看不到前面 大家整排其实都车流很近 他没有特别慢 闪闪闪闪闪闪人家 然后跟人家前面车车 连的非常非常近 即使后来我们车流已经比较松了 他还是黏着人家屁股了 闪人家大灯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要给远景哦 鼓掌叫好一下 我们先进一广告 哈喽 欢迎再度回到汽车俱乐部 我是主持人庞德 那我刚才讲哦 就有一个这个驾驶人哦 那种行为真的是很奇怪哦 所以真的就是 我觉得某个角度看哦 你会做这一种很明显的 很突兀的持续违规行为的人哦 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再教育了 哦 就是就不管他人的眼光哦 一般就是就不好意思嘛 尤其是像这一种 你就大家都排队排很久 哦 那你你怎么好意思哦 不排队 然后就切到人家前面 然后要让人家 人家你切 等很久 然后你一下超过几十台 要插进来 你 这不符合礼仪 也不符合 这什么都不符合 也违规嘛 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这种人你说 不应该再教育嘛 我觉得实在是 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除了用重罚 警惕 我真的不知道 有什么方法 能够让他警惕 所以我刚才讲这位老兄呢 就是开一个白色的Camry的 从进雪碎前 就看他在两个车道加路间 这三个车道在那边 进进出出的 一直在吵 一直要吵 然后就黏着前方的车屁股 这样子 那进了雪碎之后呢 他是不敢跨越双白线了 但是不断的顶住他前面那一车 然后一直闪大灯 那刚好我都看到 那我出了腰头也不能怎么样 就这样我们能怎样 对不对 那一出隧道之后后来 因为反正两个车道嘛 后来我这个车道 我还比他快 我还先出了雪碎 那我也就忘记该那件事情 反正就这样吧 哎 没想到我看后照镜 就一台白色的Toyota 哎 急死而来 因为他也出隧道了 那个出隧道之后 不是双白线 他我猜 这一段我没看 它是我猜的 他一定又是跟进雪碎前一样 就是车道切来切去 然后甚至连路肩了 然后这样操嘛 哎 就秀一个就从我的右方 哦 又往前去 现在比我快个新马一二十公里 哎 结果呢 我就看到这个一位 这个国道警察的车子 就停在前方 一看一看到他过去 其实他已经减速了 他有看到警察 哎 没想到过去 这个警察马上 很快的速度 一个五系列的B&W 这个警察车 然后指挥棒 把它拦下来 哇 那感觉其实蛮不错的 就是说终于公权力得以伸张 那我要强调就是说呢 我的观察那一幕 因为刚好我从而到尾 有一段没看到 但几乎都看到了 我相信是在他 他在雪碎里头的时候 他这个逼车的行为 逼车的行为 被雪碎里头的摄影机看到 然后通报远景 或者是呢 这个被他一直逼车的那一位驾驶人 因为逼很久嘛 对不对 开雪碎开很久的 也许他用什么 这个打电话 什么方式 通报 通报 但是我觉得被雪碎里头摄影机看到 直接警察那边等着可能性很高 那这样是很好的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好是说 对他自己很好 如果这一些驾驶人 在做这些危险行为的时候 几乎都是侥幸的 几乎都是被他逃过的 我觉得真的某角度来看 是害他啦 助长他这样的行为嘛 有一天 当他遭遇到很大的重大事故的时候 不管他自己或伤害到他人 我觉得平常的一个疏于取缔 难道没有责任吗 所以我才不断的呼吁 我们不是铺天盖地的取缔 是至少从一些违规热点 要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有什么不可以 我真是一点都不懂 好那我之前跟各位报告过 有位医生 提到说这个交通事故的压抑 是一个国安危机 游言在耳 今天又看到有一篇 这位是淡江大学的整合战略东心的执行长 苏教授 他也提到一篇文章 我一定要念给大家听 他说压制交通事故是迫切危机 因为我们知道就这一周很遗憾的 在台中杀路 那个地方本来就很危险 东海大学前面那条路 是一个长下坡 那长下坡有轿车 又有不少的货车 拖板车 水泥车 也很多机车 尤其你看那边是东海校区 很多年轻人 哎呀 这个车祸夺走三条人命令的通行 加上五一连假 也发生警官执行 遭酒驾撞死等连串死亡事故 造成台湾重大的人命及经济损失 道路事故已成非传统安全的严重威胁 大家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还在反对什么严格取缔 真是莫名其妙啊 这句是我加的了 好 再来他说 美日加拿大甚至在旅游警示中 我们书教授讲说 美国日本加拿大呢 在他们官方的旅游警示中呢 把台湾的道路状况列为危险等级 不仅影响旅游经济跟打击台湾形象 打击台湾国际形象不是重点 这一点都不重要 我只在乎我们自己在岛内啊 活的到底生活品质好不好 最后这句也是我加的 好再讲到说呢 这书教授讲他引用一些数据了 他说台湾道路事故损失极为惊人 2013年发生交通事故278387件 造成3129人死亡 那这地方这个书教授特别括号啊 他说这个卫福部统计为国际标准的 就国际标准都是这样哦 都是说30天内致死者都应该列为 列为交通事故死亡 不见得是说当天或24小时内死亡 那我们警证署我们之前跟各位报告 这叫A1死亡事故啦 就是说警证署仅列出24小时内致死者 那反正这一年3000多个人了 那么因为这样子造成的经济损失的部分呢 产险业统计啊 近年来死亡车户之赔偿金额 平均是每个人450万元 但是450万是够或不够啊 这是另外一回事 重点是说平均一个人450万的话 那死了这么多人 等同于每年约140亿 这是人的部分 那后面还数字我想不提了 重点是我觉得人比较重要啦 那么世卫组织的统计有说呢 先进国家每10万人口之车祸啊 死亡率每10万个人哦 日本是5.2人 西欧平均5人以下 日本还比西欧高 这让我有一点惊讶 可能跟人口比较密集是有关的 好那台湾多少呢 台湾每10万个人啊 死亡率是13.6人 等于是日本或西欧的就快三倍了 两倍半了 比例相当惊人 而且伤亡人口中70%为青壮年族群 那不仅说你看这都生产力最高的人嘛 对不对 而且又本来就人口老化呢 现在年轻人 对不对 人好不容易长大了 这是就因为这些可预防而没有预防的交通事故而死亡 让这个老人化的问题哦 更是雪上加霜了 所以到后面还有很多内容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许可以去Google看看这篇文章 应该不难了 是丹江大学整合战略中心执行长苏子云 苏教授 他发了一篇文章叫压制交通事故事迫切危机 当然他这里面没有提到说 这个是不是应该用这个监视器来做一些热点的一个违规取缔 不过我想我相信大家心中应该也有数了 那我在我脸书也PO个文章 我看也有很多很多很多朋友们的回想 当然我的脸书里面提到内容 跟我广播节目讲的是类似的 那大家的回应里面当然也有反对的 不过呢 至少我的脸书文章里面 大家的回应里面 绝大多数都是支持 支持这样子一个政策 那也有人提到说 就像铺天盖地的这个取缔又怎样 你不要违规就好 那当然我觉得你说你不要违规就好 这点比较难说服人 不过是在一些热点 热点在做这样的一个违规取缔 我觉得绝对有它的必要性 尤其是我刚才讲说 在雪岁每周在排队这种地方 你还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样的一个违规又没礼貌又脸皮厚 不顾他人看法 然后破坏社会体制 这个行为我刚才讲的一点都不夸张 你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些地方难道不应该进行取缔吗 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这样处理了 所以我刚才延续就是雪岁这个地方 现在新闻是讲说 经过交通通 交通部呢 跟宜兰县县县县县县县 他们共同研议出 目前就是以这个加强 加强公共运输的一个乘用率 包括折价 包括增加班次 等等的这一些 还有一些旅行 观光景点 优惠等放送等等的 希望透过 大众交通工具的被使用 减少自用车的使用 如果说各种方法 都无法解决国武交通问题之后 才会考虑 使用单双号车牌管制的措施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再度回到汽车俱乐部 这个小孩还小的时候 但学校会有什么运动会 或什么园游会什么的 那我想大家 这个是小孩 小时候做家长 都会有这个经验 那我们当然会去学校看 看小朋友要干嘛 大家照相 什么记录 参与什么的 大家不知道 跟我同样的一个印象 我想一定都有了 这个是普遍存在存在在所有的这些工艺学校里头 就是你办什么运动会什么 一定会有 有来接很多现场的所谓长官嘛 对不对 我们欢迎某某某议员 立临指导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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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员 指导三不五时就谁还指导 指着搞个鬼啊 你指导什么东西啊 我们运动会关你什么事啊 他说旁诺你这样讲不公平 我们议员有贡献 好啊什么贡献 我所听到的 可能是学校的校长也好 什么主持人 不管他是谁 就是说在对这一些来现场指导的 都是一些地方的议员 歌功颂德是什么 这个对我们学校非常的照顾 这个我们这个PU跑道的铺设的经费 就多亏我们什么议员的争取 大家鼓掌鼓掌 还真的不少加上鼓掌 鼓什么掌啊 真是莫名其妙 我看都不要看 还有哪个议员 这个对我们学校的什么 什么校强什么拉皮手术 什么的经费争取 我们大家给他掌声 鬼给你掌声 至少我旁的就绝对不给你掌声 我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有钱弄PU不对 有钱这个让学校的校园拉皮 不对不对不是 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些普遍儿童啊 这些学统在校园需要这一些所谓的民意代表 来帮忙的事情比起PU啦 或什么什么这个经费那个经费 来的重要太多了 当然我也不否认 因为反正我整天在看这些交通事情 我就比较关注这方面的 就是因为我其实我为我的小 我的小朋友 这六年当中读过好几个小学 因为有搬家什么的 有时候之类的 就是普遍就是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校园的周边啊 像我现在住的地方 还在一个国小旁边 就校园的周边 每次呢 我在开车经过校园的时候 绝大多数学校都是 可能包括操场 包括校区 可能就是一个方块 周边都是马路嘛 那这些马路你可以想象 小孩子嘛 小孩子需要我们照顾的 那不管是放学时间 或非放学时间 这些区域都随时 因为它是学校 这不用我赘述嘛 都可能随时有小朋友冲出来啊 打闹啊 或过马路不小心啊 这个我想没有任何人会 质疑这件事情嘛 像校园嘛 因为他是小孩子儿童嘛 他是最需要被照顾的 那么经过这些校园的 我们不要讲说什么方圆级板 排湾没有到那个水准了 至少你说校园的周边的这一块 围着他的这些道路 严格执法 时速超过30公里的进行举发 我完全不懂这件事为什么会有任何一个人反对 我不懂啊 谁没有小孩 甚至你的小孩现在就在读国小 我们看到太多难道我想大家都看到 只是为什么这个事情都没有人愿意讨论 没有人愿意让它成为事实 不管快递的 或者是这个送货 我无意说所有的快递或货车都这样 只是说我们依照我们看到的比例和工作的内容 那当然嘛 又是快递赶时间嘛 等等等等的 那当然也很多私家车 不管骑摩托车开车的民众 自己开快也有 不管怎么样 就是你在校园的周边用高速即使 这种事情难道不应该优先的严格执法 把它完全在台湾这个社会把它完全取消掉吗 所以你科B市场整天在搞那些打币案啊 但是建设的部分 我目前啊 我看起来还真的是不够 今天有任何一个首长能够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就真的是 真的是谢天谢地啊 我记得这件事也是当时啊 在这个好市长任内也曾经被提起过 哎呦 我们都把民众当提款机哦 如何如何 哎呦 这个难以界定哦 真是没有人性啊 反对的人 我们今天不是所有地方都这样 在国小 周边 难道大家都不愿意发挥一点爱心或文明 你要去 要去敢投胎的 你至少在国小周边就不准 你要开一块本来就违法嘛 那我们今天不能展现一点点我们社会的文明吗 在一些弱势的周边 我们展现一点点的文明 那个地方你只要进去 全部给我慢慢的走 因为摄影机在拍 因为你可能冲十次 有一次就可能有小朋友冲出来 那我们不能限制小朋友嘛 他是小朋友嘛 限制谁 当然限制你们这些成人啊 驾照的啊 但是没有任何人提这件事情 那些议员来 什么争取什么经费怎样啦 还好意思来啊 今天哪个议员出来 我们争取 没有办法铺天盖地 没有办法全台北市 我们这个小学的周边 去透过里长 透过议员去要求 几个路段 严格执法 让所有经过我们校园周边的车辆 通通时速30公里以下 谁能做这个事情啊 就是文明的展现 爱心的展现 人民的福祉 没有 都在讲一些什么五四三的 什么就经费铺跑道 又这个经费 让我们司令台重建 司令台有什么好重建的 我真的觉得 这是非常非常可耻的一个现象 所以为什么想到这个事 也是跟刚刚那个杀戮那个有关系 因为杀戮向上路发生 这样一个重大车祸 那么有台中市的议员 也提出一些说 重大事故 是否该如何因应 那当然他的诉求点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 真的很有说服力 他的意思是说 当一个小事故发生的时候 因为警察没有这么快的到 而在警察到之前 又发生更严重的车祸 我觉得这个 当然在技术上可以讨论 不过这单一事件 但我就马上想到 我刚才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些个议员 你们如果真的是反映民意的话 那我只能说 就比如说小弟我有这个荣幸 坐在这边组织这个节目那么长的时间 我觉得我们的民意难道真的就是 像这一员干的事情 争取什么PU啊 跑道啊 什么鬼呢 不是很重要的 围墙重建啊 美容拉皮 难道说这些个父母亲 这些家长 这些 对不对 民众想到就只有这些吗 而没有想到更积极的 去提高生活品质 维护 至少从维护我们的老小开始着手 这个实在是 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的遗憾 而且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那么现在因为这一个全面实施啊 收这个停车格的收费现象 我据我的了解 从明天开始 5月11号台北市有很多的地方就开始会实施 有些也许已经开始 有些可能还没 但是明天是有一区块是明天会开始 那这个事你想嘛 很多人本来就是 就是一直在停这些免费位置 现在变成要收费了 一定民众又会做一些动作 果然现在已经有一个新闻出现 就是有位先生 他停在免费的车格内 那他说因为 长时间以来 不时会有民众 在检举 怀疑他占用停车格 怎么样叫占用停车格 如果说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免费的收费停车格 而我这个车是正常牌照 有缴牌照税 有缴燃料费的话 其实就算我365天停在这个免收费的停车格上 我想语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情理方面 让大家觉得你有点讨厌而已 好 那这位先生他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大概7点之后来继续跟各位讨论 谢谢大家